佛光照大地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心 台铁的408次太陆阁号 在这个月的2号 在花莲的清水隧道 发生的事故 当时造成了49人死亡 这一带给花东地区的居民 莫大伤痛 我们来看佛光山的月光寺 还有日光寺 即刻是召集了佛光人 前往来抚慰创伤的家庭 分别在花莲还有台东 连日来举办超见法会 佛光山月光寺的法师们 带领超过上百位信徒 在花莲殡仪馆景行厅 举行超见法会 分别持送奥弥陀金 及接钢金 回向给离难的往生者 祈愿他们好好安息 以花东三线的地方首长 也前往灵堂吊宴 呼吁政府给花东人 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为什么还要买战票 因为票不够啊 多少人想回家 在前瞻1.0 2.0里面 给东部人的铁轨 到现在这么少的预算 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全线双轨跟电气化 我们真的是用生命再回家 这行的正义在哪里 要去法师就马上发起了一件事情 所以佛光山大概就集中了五六十个人以上 我们就直接赶到了兵仪馆 去为宁慧安的大体做出面 希望他们能够奉这样的一个佛号 我们的功德可以为往生进度 佛光山月光寺日光寺的法师 以及佛光会干部会员 也在往生者遗体运回殡仪馆时 分为每天两班制 前往花莲殡仪馆为王者助念 并且给予家属心灵的慰藉与鼓励 日经卫视综合报道